刚才中梦 梦见我在研究一面学课 研究这个学部课的名称叫中医方向学 应该是这个 中医方向学 然后呢 人家都知道我在搞这个研究 但是没有展示的地方 也没有出来演讲的地方 也没有展示的地方 后来呢 有一家公司呢 它在一个大堂里面好像是 他们是有个展示的地方 就在那边 然后呢 他们想要 想挪到房间里面去 想和我换一下子 那我就一直在想 到底换一换一下 它那个一个大堂 毕竟不是 他自己的 那个大堂不是他自己的 那个至少我研究出来的 我研究的那些东西 还是我自己的 实际上就是林派 类似的顶牌吧 反正在那个梦里面不叫顶牌 叫中医方向学 那呢 有人就定在 要叫我 互相换 地方 但是呢 我总感觉好像那个 玄乎 因为 因为 大堂不是他的 所以我一换一个 把我的房间换给他 他换了一个不所有他的东西 然后呢 后来呢 有人好像是 说谈那个事情嘛 他说你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他说有人最那个 他说过来 因为前面的人 说要换到大堂去的时候 他们要上楼去了 好像这个 那个楼好像没建完 就像建造工地上 类似的 没完工的地方 切到八岛的时候 人家上了电梯 另外一个人呆着我 哎呀 他说他们是从这个楼上去 然后他们掰那个电梯啊 电梯都上去了 好像没掰开 这个我梦里边 我记得看到的镜头这样 没有掰开 然后呢 正在这时呢 我见到一个老太太 对我说 那老太太呢 北京的啊 好像我给她领排过来 一个老太太 对我说 说赵紫阳死了 我说什么 说赵紫阳死了 再告诉我说 哦 然后我就想着老半天 走紫阳死了 说的这么一个 再转来 再出现的场景就是 我在搭车上 好像要去个地方开车啊 开车的时候 到一个拐弯的地方 到底万千拐呢 还是大拐弯 还是小拐弯 小拐弯可以 就这样直接就拐过去 很对的 大拐弯改到人家对面的车道上去了 好像从方向有关 梦里面是出现的这个场景 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什么意思 正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 天上的飞碟 天上的飞碟 哇 这样就从头顶上飞过去 这还从头顶上飞过去以后 然后挂 应该拐到那个 拐到那个 东海 不是 黄海 不是东海 是黄海 差不多应该是外海 然后继续地处理那个 继续地处理 地下海 跟那一带的盒子 盒子 那是 完全是台上的 继续地处理盒子 这段进步 我仔细观察以后 这段时间 这几天呢 领牌观察以后 我就发现那个飞的方向 来自这样 然后在我头顶这边 拐一个方向 然后又往海边 然后下去的 一个轨迹啊 看得很清楚 然后下去 这样过来 然后大速度 主要关键是在方向上 不是速度 方向往我这里 然后在我头顶这边 拐一个方向 往海里拐过去了 然后那个下降 我这个轨迹看出来了 这个轨迹就是 飞铁行走的 方向总是这样 飞铁 方向总是这样 而回程呢 基本上是 不是我头顶了 是这样 然后就出去了 好像是 总是这样的方向 在走 是 总是方向在走 然后我一直在这里吧 我看清楚了方向 看清楚了方向了 仰来说的是一个飞铁的 飞行方向 我在这里看出了 观测 一个 一个 观测着 我知道这个方向是这样来的 方向是这样来的 现在梦里面 变成一个 一个叫中医方向学了 主要是讲自己的 主要是讲自己的 只是讲的那个白天在季起 白天的季起 总是那个飞铁 飞铁的方向 这一次 飞铁飞铁的方向 这个我白天就已经看出来了 现在就是总结一下 现在还再来的飞铁也是这个方向 再来这个飞铁也是方向 就是反正就要骑走 收集到的核物质 然后收集完了的那个原来动了 把它堵掉 堵掉再开一个新的动 反正再继续 知道了 梦里面 梦里面就终于放下去 知道了 就这样 好 再见